角膜受伤以后 第一个就是很痛 因为角膜神经是我们全身里面 最精密最密集的 最敏感的神经 所以它一进去一定很痛 那就会胃光跟流泪 那眼睛会红 那长不开 那因为角膜是透明的 那如果说角膜上皮层受损的话 就是很痛 那如果侵犯到中层 角膜的基质的时候 那它角膜就会溶解 角膜就会溃疡 那溃疡的时候 好了之后 它其实会在上面长一个疤 那你那个疤的话 虽然伤口愈合了 可是那个疤会影响到视力 它如果说是受伤的地方 在中间的话 就会影响到视力会看不清楚 就是说看我们角膜受伤的程度 是在表皮 那只有上皮层呢 还是说已经有到中间的基质层 那或者是整个穿透 或者是受到受伤的是 内皮层 那它的影响的程度会不一样 那表现的状况也会不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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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